位于土城明德路 一段195巷内的公儿25公园 已经整地完成 并且挑选良辰及时 进行动工典礼 当地青山里里长姚伟华说 这对附近的居民来说 真的是好消息 这样一来不但有地方运动 生活环境也会跟着来改善 我们这个地方是杂草丛生 曾经在两年前还发现了红蚂蚁 那然后的话蚊虫很多 大家都担心会有灯隔热 唯一的地方就考虑这边 再加上的话 这个附近里面 因为它还有很多坟墓的墓地 那一共有100多门 这次迁起来的话 一共有38门 那11门是有组 那另外的话27门是无组的 在整个环境 从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中间 现在突然变成了一个公园 这是一个政府的德政 那我们邻居期待这个公园 已经30年了 占地5400平方公尺的公儿25公园 过去曾经是板桥的第三公墓 大约有上百个坟种在这边 为了争取作为公园用地 土城各界民意代表 努力达成共同的目标 立委卢嘉诚 他在当市长的这一个任内 他就积极的不断的 这个开辟公园 一里一公园 那这个也是我们委员 那传承下来给我 造的这个新北市议会 特别清点一定要开辟的一个公园 在中央跟地方的一个通力合作之下 我们这个在我们的一页底 能够来把它开辟完成 针对我们公额25的公园的开辟 这是过去大家民意代表共同的推动 也是在我们议会以及所有的议员 以及市政府的团队共同推动 所以今天也有这个工程的开工典礼 这是地方上大家所共同的期待 只要共有土地 我当时在议会就要求我们市政府专案 跟他办变更 光这个协调跟国有财政局协调 同一变更 光协调的这个程序就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所以我们后来在99年就都市计划 就开始公告变更成公园用地 由住宅去变更成公园用地 目前公园已经完成了初步整地 计划105个工作天来打造林间散步道 体建邮居设施区来提供老中青 日常休息运动和交易场所 预计明年1月底就可以完工启用 数位天空新闻土城报道